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非常分歧的情况之下操作难度很高 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消息是MCU公布应求盛全松瀚暂停接单 而晶片荒已经严重到连韩国都受不了了 外传三星有意去并购美国一家大厂 所以这个IC设计真的是看不见 没有 这一位我来说没有那么困难 风暴中心的你避开就OK了 风暴中心主要就两家 一家叫四星 四星 这个都是什么 这个都是政治风险 这个跟经济没有关系 那我们之前都跟大家提到过 四星基本上这个投信一定干嘛 投信一定会 风控场一定会拼拼叫停损的嘛 那经济科呢 经济科是 这丙种 丙种关账了嘛 金属关账了嘛 所以呢 丙姐 这次已经说了一次我 我那时候我记得我还讲过一句话 这个股票操作 你现在是笑我自己 你不好就对了 不是 不是 股票操作 意思是说我记得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你现在又问了 股票操作不怕赔钱 怕没有壮能力 所以呢 所以你把这些风暴中心避开 我跟你说 都没什么事 那主要就是 真的没什么事吗 就是你把这个风暴中心避开的话 其实其他都还好 因为主要像今天那个 联发科长上来对不对 联发科长上来 其实联发科长上来 他为什么长上来 他不会莫名其妙要长起来 他第二季 他要推出他的新的5G晶片 新的5G晶片 其实我现在我还跟联发科的 稍微透和过 我说你们以前都什么山的 他说那叫乙儿穿的 那不是山 那个是北斗星星的第三颗星 我们是北斗星星 要指引大家方向的 就大家都以为那个山 我们都以为那是山名嘛 那个是北斗星星的名字 他现在要改成什么 他要改成Lipon 为什么叫Lipon Lipon是什么 它是酒的名字 它是1979 从山的名字改成酒的名字 对 因为这个酒的名字 它是法国一间酒庄的名字 他在1979年的时候 忽然串起来 俊杰 你知道吗 他取的这个酒是很厉害的酒吗 1979年 他开始成立对不对 开始出来 1982年他的酒 现在叫一万美金 一瓶 一万美金 你要喝一瓶 你要花50万 那瓶酒就50万 所以这个是 也就是说 我这个地方 我去到横空出事 要学Lipon这个酒一样 一万美金明明就是30万 30万 30万也很贵 对 你说清楚 30万也很贵 所以他改了名了 改了名了 因为过去大家以为 他取的名字都是用山 对 所以业绩经常说爬山很累 对 所以他现在改喝红酒 对 他改名好喝 改喝红酒的话 比较轻松就对了 对 而且他们认为 我第二季我就要超车高通的 高通的高阶晶品了 第二季 所以为什么今天会跳上来 股票不会莫名全要涨 这是第一个IT设计 但卷姐 我跟你讲 IT设计的连发客要涨上去 IT设计会怎么样 会拉动 拉动比价效应嘛 本一比的比价效应嘛 像今天是不是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啊 哪个 那个什么盛群啊 盛群这个暂停接单 我觉得这个暂停接单的通知 蛮有意思的 对 你看一下 暂停接2022的单 是明年的 换句话也就是说 现在很多人下单 已经下到明年了 他说不好意思 明年的单不接了 对 没错 因为我上游经营 大概跟我涨价嘛 我怎么知道他 跟我涨多少 到底是10%还是30% 而且呢 而且是现在才第二季 所以这个还表示 他有非常多的客户 下单已经下到明年去了 对 都下明年去了 而且像那个盛群跟那个什么 松海他们都做MCU对不对 MCU你不要想错 那是小东西 它小东西 MCU是什么东西可以讲 它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晶片就对了 一个东西 对 一个晶片 它那个晶片 其实过去 其实大家不太重视它 但是其实它很重要 为什么很重要 尤其是因为它车用 车用里面 老老师讲一下 MCU是什么东西 微控制晶片 微控制晶片 对 微控制晶片 低接的晶片被控制晶片 对 反正就是微控制晶片 晶片就对了 对 那个东西很重要 为什么要做 那你会不好意思 人家都给你讲 有什么 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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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要说其实 我们说真的 像车子它考虑 它有两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安全 两个字很重要 安全 所以微控制晶片很重要 对 比如说 尤其是那个车身稳定系统 就是你知道吗 如果说没有那个 微控制晶片 去稳定那个车身的话 像这个 好 我放到画面 给郭伦伦看 有跟没有真的差很多 没有的话你会干嘛 你在如果说有时候 紧急状况出现 那个会打滑 打滑就干嘛 打滑就出车祸了 但如果说 你有微控制晶片的话 它会怎么样 它不会打滑 它可以很稳定的 在那个车道里面 这就是差别 所以为什么像车厂 我现在缺晶片 我就停工 所以上面的跟下面的 上面的是没有 微控制晶片的 下面是有的 所以为什么车厂现在 我没有晶片 我就停工 为什么 两个字嘛 安全嘛 你不能拿那个消费者的 生命开玩笑 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是很重要的 那再来第三个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刚看的嘛 三星要买那个 美国的晶片厂嘛 我缺晶片 代工这地方找不到 我刚才用买的算 社场太慢了 我直接用买的比较快 因为我账上 我账上有1000亿美金嘛 1000亿美金的话 你现在 你美国这些厂 六个厂加起来 市值才680亿美金 我就直接买得好 那其中有一家 蛮有趣的 他要买谁啊 亚德诺比较有趣 亚德诺蛮有趣的 为什么 因为它有做那个什么 火星探测 毅力耗的那个里面的晶片 那火星探测毅力耗 其实它 它可以在火星弄一颗 什么那个 那个机械素 那机械素 因为火星很热对不对 然后又二氧化碳 它那机械素 它可以制造氧气 它可以把那个火星上面 那个二氧化碳 它可以转换成氧气 所以呢 所以就是如果说 这个东西 你先买这家公司 好像蛮厉害的 对 这家公司也就是 还做到毅力耗里面的晶片 对 所以这家公司 蛮厉害的 当然就是如果说以上来讲 我就买这个的话 因为怎么样 因为搞不好弄一弄以后 还可以带领大家的移民外太空 因为现在不是有什么 你不要想那么多了 想太多了 股票要想到你好了 我们还是会来讲IC设计 IC设计 IC设计怎么操作 基本上我认为 我们就其实这六档股票 我相信观众也都 看到外面看 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都说这个 有产能者得天下的股票 就是这些 联发科 联发科那边狗 在台移电支援它嘛 这伟圈店 我觉得现在八十几块 我们那时候讲的时候 还四五十块 这个什么 台移电支援它 天狱 这个是夏普的嘛 然后金豪科 这个是福建进华的 然后那联勇 联电支援它嘛 我认为后面 后面你可以 联勇一样可以看 联勇 金豪科 瑞翼 下面这三支 一样可以看 我认为一样可以留意 因为像联勇的话 现在是不是那个 什么面板在缺货 今天在缺货 大陆面板 那个驱动IC 最缺的是什么 最缺的 市占最大 就是联勇 而且外资的幕后价 都写很高 这个目标 整理过后 但是人家IC设计 很多都回了 它没有回 对 强势 那我到底是要找 强的IC设计 还是要找跌升的呢 找强的 多头行情 但是买强的股票 你怎么会买跌升的呢 跌升的像什么 金豪科 那不用看的 跌升空间大 没有 多头行情 要找多头股票 因为它才会涨得多 你才会赚得快 所以像这种 就是外资基本上 一直在里面的 然后整理过钢转墙 所以像这种 它市占基本上大陆最大 所以像那个什么 金豪科基本上也是 然后呢 金豪科也来看一下 3006金豪科 这也都没落 都没落 这种不敢买 还会去 我感觉他还会去 还会去 对 今年 它现在法人在估 基本上差不多赚12块到15块 而且如果说随着涨价 现在是4月份 对不对 后面如果涨价的话搞不好到 搞不好会继续跳高 跳高的话 这个北比都往上调 然后呢 今天我们刚看那个右下角 是不是有一次瑞玉 对不对 这支 今天外主 刚刚出报告而已 刚刚出 今天刚出的而已 热热的 对 热热的 这个今天收500多对不对 目标价还蛮远的 所以就是像 目标价多少 你讲一下 可以讲吗 外置报告不是秘密 666 666 外置也知道要66大顺 对啊66 66 还有三层 所以像这种就是 整理过后 一样都没落 整理而已 整理而已 应该都要去 好 所以IC谢谢我们要投一下票 买IC设计真的要胆子很大 所以各位怎么看 除了风暴中间那几档 我们先撇出 刚刚 宗林讲的这几档 IC设计各位怎么看呢 请举牌 好 来 好 我们来看看 有三票圈 两票 在中间 蔡总 对 现在 有一些IC设计 我觉得会涨 但是肉没多 比如说 他刚才说的 那都肉没多吗 因为年华科 都已经猜到 他第一季的EPS 我想应该就是在 11块12块左右 黏勇 黏勇 但是 你要重来 放很久 这个不是在短线操作 金豪科 那 金豪科的话 我觉得是OK 不过 金豪科OK 但是 你现在150 160 你假如去买肉 也不少 因为低限EPS 他可能是 那瑞宇呢 我觉得瑞宇 倒是比较OK 因为瑞宇相对来讲 获利能力也不错 但是老实讲 这一波它是比较慢一点 那现在外资报告有个666 差不多而已 好 我们回到筹码面 帮您来做检视 到底现在筹码有没有乱了呢 因为昨天爆出 6,7亿的大量之后 我们要好好来检视一下筹码 请呈现带我们来看 昨天小白 融资大减了47亿 对 融资减股价强谈 对 这是代表筹码安定吗 好 如果说 基本上 散户会放弃的股票 但是同时 法人又愿意进去接 比如说像投信 接了彩晶 比如说像外资 接了华邦店 接了华邦店 也接了旺宏 投信也接了群创 所以如果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是好的 对于一些 没有信心的散户 容易晕船的 又没吃晕船 晕船要 你下船下船 然后让这些 很有经验的 这些老船长 对不对 他能够上来稳定 我觉得是好事 好 融资点 金强谈是好的 对 那有法人街 我觉得是OK的 但是另外一种层面 好 我比较担心的是哪一种 就是说 它量一直爆 一直爆 爆大 一直爆 然后又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 它股价已经大涨过的 那 短线有过热的疑虑 感觉好像在讲航运 可是 可是我们刚才有讲 这里我有解释 所以我不怕 不要考我 对 我想你是一定要考验我 对不对 好 长龙跟阳明没有错 短线大量也涨过 确实市场有过热虑 我一直强调 但是我认为基本面OK 你让它冷静一下 再重新上传 所以 这个是这样 那我觉得 有趣的事情是 譬如说像南方跟仁保 仁保除息 那除完以后大家觉得 看一看 没什么傻味 整个来跑 那另外一个南方也是涨多了 所以其实如果我仔细去看 短线爆大量的这些个股 其实基本面多空都有 它并不是一个统一一致的现象 你就是说 只要爆大量就爆跌 爆大量就爆跌 没有 你看像系统 这个营收大好 营收大好 这个不过跟上个月比 还是跟去年同期比 都六七十八 所以这个继续爆着吗 对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 你看像财经也是爆量 所以有基本面的 还没有开始 还有波段涨幅的爆大量 不用担心 但是其实涨太多的 过热的 我们要稍微 让它降温一下 但是我觉得 它不是一个一致性 翻空的一个讯号 好 这是从筹码的角度 来做解读 不过我们刚刚谈到 最夯的新兴产业 除了比特币相关的族群之外 电动车 无疑是今年最夯的产业 现在马斯克 透露了一个新的讯息 他每次一讲话 这个族群的涨跌 就非常激烈 他说车用雷达 可能要走入历史 我不要用了 为什么 我们等会来问一下老师 特别是连凯迪拉克 都要全面电动化 从今天开始 不再推燃油车了 不卖燃油车了 我要卖电动车 而且电动车 现在应用的范围 不仅仅只是电动车 现在电动车 因为有无人自驾的技术 所以现在无人外送车也很夯 比如说达美乐送披萨 无人车在送 现在很多的物流 要用到无人车 老师 好 我们先来看这个 马斯克他所发的讯息 他照例又在推特放消息 可是看到这次的消息 我真的我吓两跳 不是吓一跳 是吓两跳 吓两跳 为什么 来 第一跳是说 Level 5第五级的自驾要完备了 我们知道这驱车车 第五级就是最高级 可是他不是前两天才出事吗 对啊 这就是问题所在 这个真的很尴尬 前两天还出大车祸 对啊 你看 居然可以在高速公路上跑 结果出事以后 发现说驾驶座没人 那后就驾驶座没人 因为两个人都坐在后座 因为他们让自驾去驾 因为他们太相信 太相信 结果就出事情 那你现在一口气 你说你要第五级 第五级是什么概念 就是我们电影里面 看到的情节 你坐到车子里面 你跟车子说我要去哪里 其他事你通通都不用管 他就送你到那里 火计啦 火计 问题是很可怜 我实在是太over 所以这是第一个吓一跳 但是老师你别说不可能 十年前不可能的事 到现在都成全了 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还做不到 现在做不到 没有他说得那么快 因为他是跟你说 就不好了 我是觉得差很多 等不碰烘 三到五年之内 应该都不可能 加解碰烘 对好 那第二个 那这个是真的他就会做了 他说我这个FSD 就是他的车控系统 准备升级到9.0版 本来是8.3 升到9.0版 这也没什么 问题是升级以后 他要拿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叫做雷达的感应器 他要把这个功能拿掉 自驾车什么都不是就靠这个东西 不是吗 对 他为什么敢拿掉 他说因为我们现在的镜头 已经够厉害了 再加上我的电脑预算能力 也够厉害了 所以我不需要雷达了 就纯粹靠镜头 对 他说我镜头看到什么 我电脑赶快分析 我就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车子该做什么事情 搞可能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那这些做雷达 尤其最近大家不是花大钱 在做光达吗 那些光达概念股 不是要死刷 不是挂掉了吗 可是你看我们就有 今天台湾的光达概念股 你看到全新2455的全新 今天涨很多 或者说你看百航 3031的百航 今天也不错 所以光达谷在告诉马斯克说 不可能 我们想 你看他的测试影片 你看他从头到尾都靠 跟你说了很重要 很厉害 可是我跟大家讲一个观点 他没有在晚上测试 你镜头到晚上根本看不到 请问你要怎么去辨识 做的也是 只有光学 还有你也要在下雨天 下雪天 台风天 也要测测看 你能见度差 至少你都还看得到 当你车子还没摸摸 你能看都看不出 我请问你怎么辨识 可是我们现在的光学雷达 最远可以测300公尺以外 就算你完全看不到 那个黑地铁的地方 它照样测得到 当你拿掉它之后 你纯粹用镜头 我就觉得 反正你不敢做 这样子真的自己要想看看 纯粹用镜头的 这部车老师不敢买来做 对 所以这是我们大家想清楚 好 那不管怎么样 其实都会发出一个讯息 就告诉你 自驾的功能越来越强大 而且电动车时代来临 对 所以你看到应用越来越多 来 我们看到这个达美乐在德州 很厉害 他利用自驾车去帮他去送披萨物 不用再找外送员了 他就说自驾车送东西 那有什么遗憾 遗憾你的 以前 其实他找到这家公司 NURO这家公司 他其实很久以前 就已经跟WARMARK合作了 可是记得 WARMARK送的货 比较没有时效的问题 可是大家都知道 我订这些外送 我要东西到我这边 又烤一烫 很酷 然后你自己把它按出来 对 你就是下了订单之后 这个车子就开开开到你家 他会给你一个密码 所以你只要 你按密码就可以领货 对 车门就打开了 你就可以把PIZZA拿走了 好酷 这很棒 对不对 好 那事实上 这个目前就只有在德州 而且是只有某几个分店 有这个功能 好 那我们再看到 另外一个公司 Intel Intel也在跟人家玩自驾车 以前 你看Intel 都是只提供晶片 没有 他现在自己 买了自驾车的公司 做什么 一样 无人货车 刚才那一代很漂亮 你看这一代多大车 这已经标准那种货车 这很厉害 后来一大堆的货 就我这个直接塞进去 而且美国 我们知道美国很大 如果你以前用货车 东岸开到西岸 你要开几天几夜 你司机要不断的换 当我用无轮车 去送货的时候 你看这个是多方便的事情 通用汽车也在做这件事情 通用这跟谁 跟全美国最大的外送公司 叫Dordish 它全美市占率高达五成以上 结果我现在通用了 它有一家自驾车公司 就跟这个Dordish 两个合作 以后你要外送 我直接帮你说 那以后我们这些外送小哥 是不是通通都要失业了 是很可能的事情 好 那还有一个更厉害的 全世界的汽车大奖 这一次的颁奖 年度的世界风云车 居然是福斯的ID4拿下 福斯ID4是纯电车 过去这个奖都是给油车 这是第一次 年度世界风云车居然给电车 之前是不是有媒体曾经说过 福斯可能是特斯拉最大的威胁 大家注意到 这个世界汽车大奖 它的审查有多严格 它找29个国家 一共93位的裁判 来做评审 因为公正 因为全世界有这么多车厂 我如果都找到一国的 你也说你不说白 因为有时候这种东西 有点主观 不是完全客观 所以不管怎么样 你看到ID4这样 年度风云车 而且这一次的奖 还不是只有一台电车得奖 还有一个叫做最佳的都会车 你看到谁 HONDA的这台小车 得到年度的最佳都会小车奖 它也是纯电车 所以就有媒体讲到 你看到电车可以得到这种 试证一集专业的汽车大奖 告诉你电动车 再也不是有这样的玩具 而且它就玩真的 那特斯拉有得奖 没有 好 我们来看一下电动车的骨架 在今天电动车骨架表现不错 最强劲的是飞鸿座充电桩的 画面上你可以看到 电动车时代真的来了 包括电动车的干年骨 从去年就开始涨 今年继续涨